当看到布罗梅尔摘同类撒赛场 一人独自坐在跑道上 克尔利兴奋地绕场庆祝 迈着勒布朗的霸王布 布雷西与布罗梅尔相应倒地时 屏幕前的你 是否也会和小扒一样 忠心地为他们感到高兴 他们三人一路走来 终于在尤金实现了梦想 今天这期视频 小扒不想就关于世锦赛的结果 而发表任何看法 主要是想和大家聊一聊 关于这届尤金世锦赛 百米前三名背后的故事 那我们就先从金牌开始吧 克尔利 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去年才开始了解到他 根据他的个人文章 中说到 在他还在盘山学补之时 他的父母就将他抛弃 后被阿姨收养 他的阿姨会因为食物不够 常常自己不吃一次 确保孩子们能吃饱 克尔利也没让他失望 后来他也将阿姨的名字 纹在了手臂上 不仅如此 家庭的失利 或许是克尔利在田径场上的动力 2017年 他就在Yosef锦标赛中 以44秒03获得了400米冠军 实属天才 但可惜的是 在后来的接力赛中 被人多次绝杀 美国国内的人也称其为软弹 根本不值得他们期待 这一切 直到2021年 克尔利首次亮相白米项目 就跑出了10秒1的成绩 一个月后就以9秒91首次打开10秒 成为了人人称赞的奸向天才 但只有他知道 这条路有多难 接下来是银牌得主布雷西 他并不是许多人说的那样横空出世的小将 早在2010年 他就横扫了佛罗里达州 百米和200米 但后来的他 被无数人嘲讽时软弹 一到世界级别的比赛就迷失状态 参加国际大赛 就是浪费国家队名额 其中就要输2016年里约奥运会了 在后来 他虽然没有直接放弃天井 但转身投下了橄榄球的怀抱 2017年时作为外接手 与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签约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被裁掉了 一年后他再次与夏图海应队签约 而这一份合同 仅仅维持了10天时间 下一份合同也同样为10天就被放弃 就这样 一直持续到2020年 他重回田径场 一年后就跑出了9秒85的成绩 这次正是回到短跑 最后一位 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位 铜牌得主布罗梅尔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小爬前几期百米决赛的 视频中提到过 布罗梅尔留下了遗憾的泪水 当时有许多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但如果你听过了他的故事 那你就能明白了 出生在贫民窟的他 是第一个打破10秒大关的青少年选手 能与加特林和布尔特同战领奖台 完全可以称得上年少成名 但在2016年里与奥运会时 为了抱住美国接力队的荣誉 在最后时刻压血 结果重重地摔在了跑道上 也正是这一摔 让这位曾经的天之少年 瞬间跌入神坛 他也开始被外界猜测 称其为最大的水货 直到去年 布罗梅尔开始又重回巅峰的迹象 一局跑出9秒76的成绩 但也正是去年 在指不东京半决赛后 被无数媒体血抽质疑 他依然没有回应 只是好好训练 被炸2022赛季 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 布罗梅尔在获得铜牌时 流下了眼泪 如果三人的差距并不那么接近的话 那布罗梅尔的泪水中 一定会有平时 为什么不再多练一组 为什么不再加把劲 偏偏三人就是在0.02秒之内 分出先后 所以小扒才会说 布罗梅尔的泪水中 更多的是遗憾 不管如何 世锦赛白米决赛已经结束了 他们三人也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曾经的质疑声也飘散在空中 只是那些他们走过的路 将成为他们最宝贵的经历 我们下期待下来的梦想 封级的运讯 那么多的梦想 真的有什么梦想